今次來到尖沙咀的海洋酒店 我們進去房間看看 今次住一間圖房 平常有這條走廊 這條走廊有幅畫 到千聲小倫畫 多漂亮 然後看一看 右邊就是廊 廊有幅沙發 四個人的沙發 看看景點 景點 有海景 望向東面 應該日出 房間 看一看這邊 前面 應該可以隔隔房間 看著有個電視機 電視機很大 四十幾五十吋 前面有個電視櫃 電視櫃 有什麼呢 上面有咖啡機 Nespresso 茶杯 這個就是Nespresso 這個Capsule 也有很多 有六粒 旁邊有個茶壺 你可以沖茶 這樣就可以看看下面 下面就有個 這邊有攝櫃 看看 先看看 溫度不錯 不過夜喝的就不夠了 然後看看旁邊 旁邊就是一些 還有一些 開酒器 水杯 然後 看下一層 還有一些 酒瓣 還有一些薯片 茶杯 這些都是不包的 其實有一張 這麼簡單 下面這些就應該包的 有些咖啡 糖 有個冰糖水煲 接著又看看旁邊 旁邊就是隔蠻 還有一些 櫃桶 這些就沒有東西的了 這些就 這間房間都不錯 寬樂一下 非常之好 好了 接著我們進去房間看看 房間正宗有一個 King Size 的床 床 前面就有寫字枱 寫字枱上有些 電話 接著還有些消毒紙巾 有個Mask Holder 接著旁邊其實有一張 很大的 這張床 你可以當是 可以坐下 都可以的 亦都是 對著 看著 就是一個 維多利亞海景 亦都是向東的 可以看到日出的 不過旁邊有座大廈 其實 都未必會開著 窗簾睡覺 看日出 應該都機會不太大 在旁邊 就有電視機 電視機 都是 跟聽說 都是接近50吋的電視機 非常之好 接著 就 看一看 那 床旁邊 也有 電話 燈 燈 也有一個USB 充電 都做得不錯 接著 也有控制燈 冷氣 另外 那邊 也有 同樣的設備 左右也有電話 說 都做得很好 接著 看完這裏 接著 就去浴室 看看 浴室 浴室 有一個很棒的浴缸 浴缸 浴缸 很大的浴缸 非常之好 鵝蛋型 很少見到這隻 尺寸 可惜 看這邊 就是看大廈 你不會開著 鍊子 來浸浴 都是 散開 旁邊 就有一個 洗手盆 洗手盆 旁邊 就有些 應該這邊是 Amenities 對 牙膏 牙刷 那些 旁邊 也有些 充電 擦 這個 剃鬚 鬚 這樣 就 繁肝 毛巾 水 在這裏 都不錯 接著 旁邊 就是 洗手間 這裏 其實也 挺闊 挺闊 不錯 不錯 接著 旁邊 就是 臨浴 臨浴 的地方 都很大 都很大 臨浴 的地方 接著有個 乳藍色花灑 非常好 正 房間 絕對是 直的 接著 就看一看這邊 這邊就是 衣櫃 衣櫃 有個 湯豆 接著 這邊就是 肉 湯 衣櫃 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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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素 是 普通的 這個 較為 普通的 對 這樣 還看 旁邊 有些 薄身的 肉 鋪 這裏 裏 有些 包袋 裏 包袋 也不錯 這裏 也不錯 接著 這邊 還有 還有 門 看看 這個位置 是剛才進來的 右邊 其實在這裏 你可以 回到廳 或者出外 外面 午餐在23樓 黃昏雞尾酒市店 現在 改造了 4-6 食物都不錯 不錯 沒錯 酒的選擇都不少 紅酒有三款 白酒都有三款 還有一支 Poseco 早餐 看 早餐 出外吃 雖然不太多 但也很豐富 大家好 我們去見面 今次來到尖沙咀海悦酒店 原先訂了一間店房間 但因為是 Gopolis member 的關係 他 亦是平日入住 同事 很好地 升級了 我們來到 套房 這間套房 就像剛才的 座房間 大家看到 房間也挺舒服 其實也不小 床 床也挺大 弧形窗 看著 其實真的很舒服 可惜是附近 有些商店大廈 早上睡醒 便不會開窗簾 所以這間套房間 相差了 但在床上 其實你起床 會看到海 但因為不方便 開窗簾 其實這間套房間 相差了少許 跟著這間套房間 因為這次也是疫情之下 所以 健康房間和泳池都沒有開窗簾 相差了少許 沒有辦法 因為 包含了午餐 午餐 又因為疫情 所以時間都縮短了很多 其實 平日你可以走上午餐 喝東西 可以的 即是有些茶 汽水 那些招待 如果現在 就沒有了 咸茶 只剩下黃昏雞味酒 這樣便是四點到六點 但食物 其實也挺好吃的 酒類的選擇 也不少 酒類 其實紅酒和白酒 各有三款 讓你選擇 其實也挺好的 還有一瓶 Poseco的汽酒 也挺不錯的 作為一個午餐 我覺得 可以給你一些食物 其實也挺不錯的 也有早餐 早餐也在午餐裡吃 午餐的早餐 比較簡單 它不會給你一些綠麵 但在雞蛋裡 你可以叫同事馬上製作 這樣便下了訂單 然後便會叫回餐廳 然後製作完便會送過來 我覺得也挺好的 雞蛋也挺新鮮 挺好的 其實整體來說 我覺得 午餐的食物質素 真是不錯 這次其實這間房 大家看到 又去了洗手間 拍攝 其實想介紹這個浴缸 其實這個浴缸 真的挺舒服的 在浸浴 其實一個鵝蛋型的浴缸 在浴缸 在浴缸 其實你的位置 你又覺得很包住你的感覺 其實真的挺好的 但很可惜 因為對面是商業大廈 你又不可以 開著窗簾來浸浴 這件事是差了一點 但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都 這間酒店 在職業區裏面 這些便有少少限制 但整體來說 其實這間套房 也挺舒服的 這次帶了一枝 簡單一點的香檳 也是一枝 叫Jipper的香檳 其實也是一些小的酒莊 這枝是最基本的 叫做Gran Assemblage 其實Gran Assemblage 顧名思義 有些東西配合在一起 其實它用了三種提子製造 分別是Sharnet Pinot Wa和Pinot Mooneyard 它的比例大約是Sharnet 60% Pinot Wa25% Moneyard有15% 其實這枝酒一開 都很新鮮 它很新鮮 因為它應該不太久 所以這枝酒 你會感覺到它 年輕得來的果感 都很活潑 這枝酒 我覺得真的很適合 用來做餐前酒 或是用來配合餐廳 吃的 這枝酒 其實真的不太貴 也是三百多元之左右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 這次的介紹到這裏 也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還有按鈴鐺 我下次有新片 大家就立刻知道了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